欢迎收看综艺TV24,请订阅频道,不错过今日最热资讯。 中国好声音2023,在传导师阵容,依旧三老一新。 从中国好声音2022收官时,主持人华少无意中表露出的承诺, 到去年中国好声音2023招商会的宣传,再到日前网络流出的今年好声音海选的照片, 尽管近年来中国好声音收视不如以前,口碑似乎一泄千里,网络甚至有停办的吐槽与说法, 但在实际上中国好声音2023已然在路上。 原因很简单,已经播出11季的中国好声音,依然有着国内音宗领域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。 他的导师转译、选人大战、师生互动等标志性的特征,依然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他推出的众多好声音,不断成为华语乐坛的中间力量, 在今年央视春晚舞台上,周深、黄霄云、西林纳一高、 单一纯四位昔日中国好声音的学员的登场亮相,足以证明他的成就。 因此,有关中国好声音2023的话题,依旧最具国内音宗领域的话题度与热搜量。 农历年刚过,有关新的一记好声音导师的人选又频频成为网络议论的对象, 在有消息传出,许松将成为中国好声音2023的新导师之后, 又一版好声音2023导师人选的说法浮出水面。 导师阵容三老一新 与中国好声音2022的导师阵容组成模式相似, 这一版的好声音2023导师人选也是三老一新的架构。 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好声音2022的三位老导师, 都是中国好声音2021的导师,李克勤,李荣浩,廖昌永。 而这一版好声音2023的三位老导师, 则错落于中国好声音历史的各个年度。 与承庆中国好声音六朝元老,首季及加盟成为导师。 他的回归,一定会引发诸多好声音粉丝的美好回忆。 张慧昧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二季导师, 当时的冠军李奇,即出自他的门下。 李雨春《中国好声音》2020的导师, 虽然仅仅做了一季好声音的导师, 但表现尚可,综艺感也不错, 让大众看到了他唱歌之外的其他的业务能力。 至于新导师,则是颇具创作才华, 并且创作歌曲有着自我的逻辑体系, 令人一听便知道歌曲出自和人之手的薛之谦。 这一版好声音导师的特点还在于, 李雨春、薛之谦都是选秀出身的歌手, 对于同样以选秀为内核的《中国好声音》2023, 意义非凡。 感谢收看,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用, 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转发和收藏哦。 感谢收看,